右手邊這個水泥柱呢 是以前舊的化海大橋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是30年前曾經來過澎湖 你會發現奇怪化海大橋怎麼長得不一樣 如果你是30年前來的話 看到的是右手邊的這個舊橋 它是在1970年 明國59年的時候完工的 好那現在車子所開的這座新橋啊 它是在明國85年 是1996年的時候完工的 好那 新舊兩橋之間的差別在於說呢 舊的化海大橋 當初主要是為了軍事的用途所興建的 所以它是單向道 好那現在車子所開的這座新橋啊 它主要是為了交通的用途所興建的 所以它是雙向道 大概是新舊兩橋之間的差別喔 好那這座橋的盡頭呢 就是西羽翔 等一下往左手邊看會看到一隻魚 有沒有 一隻魚 那隻魚就是丹妹士般啊 好現在的鮮魚